陈寧凡来了 要胆子吗 要胆子吗 黄梓涛教练 不是迷自信 就是他就是很自信 他的性格就是很黄子涛 他那天在过生日的时候 跟我们说了一句话 他说他从海外回来 受到了很多外界的影响 导致他自己很不自信 比如说他回来的机场 有他的粉丝在拍他 但是旁边人就问这谁啊 这谁啊 他就心里感到很不爽 然后他就为了改变这一点 一直在努力 然后努力发现也没有什么用 就还是很不爽 后面他上了一档节目 他没想到就火了 他上的那档节目 让他受到了军事化的管理 让他整个人身心思想 都受到了不一样的变化 他就变得特别的自信 他变成了一个新的 黄字涛 黄字涛 这有什么好吐槽的呢 这不算吐槽 就是黄字涛 他对自己很自信 他对他学院就不够自信 我说教练我会说Rap 他说 你要会说Rap 我给你跪下 后面我给他说了一段 完了 好 Rap 凡 CD凡 Rap挺厉害啊 CD凡 我跟你说了 我Rap很厉害 对不起 刚刚不该在你面前装 对不起 教练 后面我给他说了一段 教练 你知道了 我知道 我错了 姐姐 你懂得 差不多就行了 做人永远要给自己 留一条后路 天津凡 我觉得教练有你这样的学生 真的是 荣幸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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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来之前跟很多朋友推荐过你 我现在要强行退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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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姐姐 小姐姐 小姐姐 对 我们都是这么叫你们的 小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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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还有别的要吐槽的吗 有很多 能不能说一下这两个 坐着吃着我的瓜 吃着瓜子还那么的香 你俩干嘛呢 我俩应该没什么可说的 我俩很严美 严美 你还有要吐的吗 我吐了的话 他可能就 你吐吧 算了 给他留点面子